哈喽大家好我是Annie 欢迎回到频道我带你到澳洲笔记 开始前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社区的施工图 为什么施工呢 因为下水道的原因 哎你就想想如果在路上施工 堵个车也就算了 但如果这个施工就要挪到你家后院 把你家后院刨个翻天地覆的 你什么感受 所以这期呢我们就来讲讲 虽然现在澳洲房地产市场啊逐渐降温 哎确实有减漏的机会 但是呢如果你房子周边啊出现了这五样东西的话 你买房的时候呢一定要万分小心 而且这期视频呢还不仅仅适用于澳洲 同样适用于英国加拿大美国 也不仅仅适用目前啊市场降温 在任何市场之下 这五样东西呢你都要非常的小心 甚至呢一定要去避开 那么开始前呢我先做一个一分钟的小宣传 那不想听的朋友可以直接跳这一分钟啊 去听后面有意思内容 但是我觉得这一分钟可能对你的帮助价值更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海外华人都是用小红书来进行信息搜索 对吧 所以说我们的用户呢都在上面 但是呢我不建议自己瞎做瞎摸索 因为这样做不出来 因为新媒体的运营啊是能学问 对不是你自己说做就能做出来 要找专业的人士 因此呢我建议大家来参加一下我们的第四期啊 个人品牌训练营 原因很简单 因为前三期下来之后呢 大家看到很多最近新出来的这种专业人士的博主 其实都是前三期训练营的同学 前三期几百名同学啊是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 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把这些经验呢精华提升出来放在第四期 不但去讲个人品牌 而且呢我们还会讲一下专门适合那些有实体生意的一种暴力引流方式 这个呢也是我们试验之后效果非常棒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下方的描述区 来参加一下我的第四期啊个人品牌训练营 第一个啊就是一种特殊的植物 你会说但你不就是澳洲本土树吗 我到时候避开不就完了吗 哎 咱这个视频啊光说这种近人皆知的没营养内容 做的干什么呀 对不对 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 是一种啊几乎肆虐了英国加拿大美国澳洲近百年的一种特殊的植物 叫做日本虎杖 Gemnese Northweed 怎么样 听这名字就够气派的吧 但是如果你要知道它的特性之后 你一定要会啊几倍发凉 因为它是公认的道路桥梁和房屋的杀手 就那些能看得住啊 很多比如像洪水呀地震和自然灾害的建筑 却抵挡不住日本虎杖啊 因为它的根系有着超强的穿透力 就能突破啊这个水泥板和混凝土 据说在英国啊还有一位女士 就是因为这个自己的房子啊 周围被日本虎杖所侵袭 所以导致这个银行估价过低无法贷款 结果自己的抑郁最后自杀了 当然这事真的假的 咱就不知道了啊 不过日本虎杖的威力却是真真实实的 这是为什么澳洲农业局啊 专门把日本虎杖这种植物啊 列为禁制植物 而且呢还专门出了教学片 告诉大家如何区分啊 普通的虎杖植物和日本虎杖 你会说呢 发现了直接根除不就完了吗 要是真能这么容易根除 不就没这么可怕了吗 你知道只要残留一到两克的 日本虎杖的根茎 它就能生根发芽 而且啊 日本虎杖是雌胸一体的这种植物 按理说是需要花粉受精啊 才能繁殖对吧 但是即便在没有异性的前提下 它自己都能够繁殖 你说这什么玩法 就好比大半夜的 你出去做了一件调皮的事 然后低头一看 哇去满地都是小孩啊 所以我再多嘴提醒一句啊 就是说有人说买房有大树 避开不就完了吗 但你要知道 你要避开的可不仅仅树干 而是树干往外发散啊 周围六米的地方 尤其是澳洲这种保护树种 所以说呢 如果你要是买房的 将来有建房的打算 除非这个树是特靠边缘 或者你的土地面积足够大 否则的话呢 真的会影响啊 你建筑很多很多户型的 那第二个你要小心的呢 就是伊斯曼呢 在你土地侧面的 伊斯曼是什么 说白了 就是政府征用你家一部分土地 很小的一部分 用于服务公共设施的 比如说买个管道啊 或者将来开路用的 有朋友说 这伊斯曼很正常啊 在澳洲大部分土地后面都有 对吧 侧面有也不足为止 确实是 并不是所有的这样的土地 都可以避免 但是有些时候你要注意 尤其是在那些比较老的街区 因为一旦地下管道 排水系统发生了问题 你知道水公司 可是要到这个街区啊 挖开地面去修的 恰巧这个问题啊 是在你家附近 而你家又 伊斯曼侧面 伊斯曼底下管道 又连着主街道下的管道 那就不好意思了 人家可真的要到你后院去开挖了 虽说啊 这伊斯曼上面不能建东西 而有一定距离 但问题是后院 你可以建个篮球场呀 给给孩子建一个简易的playground 甚至父母来了 种一些花花草草 自己喜欢的植物啊 还有人种点菜 但问题是一旦真的要开挖 那这些可就全都毁掉了 再说你想想澳洲这个施工效率 无缘无故的把自己家后院 变成了一个施工现场 我开篇放的图片呢 其实就是啊 澳洲一个社区里啊 这个排水管道的修缠工作 而且我也亲眼看到了 有些家人的后院被挖开了 因此呢 如果你埋房子埋土地 发现这个土地的侧面 有伊斯曼的话呢 哎 最好啊 请你的律师去辨认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伊斯曼 底下到底埋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第三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呢 就是能够拉低你所在区的价值的 一些特殊的街道 这事呢 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 因为我做房产 包括之前在西北区啊 很早之前住的时候 确实遇到过 呃 清的话呢 比如说啊 有些房主他不爱除草 不爱修缮自己的植物 结果导致呢 门口外面杂草丛生 一两套还行 如果这条街上多了的话呢 确实很影响卖相 价值呢 难免会降低 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 我经历的是什么呢 是在西北区 有这么一个 呃 有这么一个区 我不说名字了啊 然后这个区呢 确实不错 离机场也不远 然后很多飞行员呀 空姐呀 甚至一些当地的高净的人士 都在那个区 然后这区里有一条街 这条街特有意思 呃 有那么三栋房子啊 可能是相互认识的 诶 住的那些就是 我不太清楚是哪的人啊 反正皮肤很黑 但又不像是非洲人 所以这些人呢 经常是一些奇装异服 然后呢 经常有说吧 这个音响开特大 然后有一家呢 还里面弄了一个 就是家庭自用的健身房 然后经常有些朋友来 你说邻居吧 向政 向市政厅投诉 你照音大了 他们可以观小 但是 这个亲朋好友来拜访 阻拦不了吧 关于这些亲朋好 这样子吧 长得也挺吓人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区就特别有名了 这条街上的房子呢 哎 真的是很少有人去 愿意问 愿意买 有一个房子上市了 真的是好多买家呢 都知道这条街 都不愿意去出offer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 你在买房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房子 当然大部分都是好的 但你一定要去当地的区域 了解一下这条街道 整体的情况 避免买到这样的房子 我还有一个案例 也是这样的 这个呢 还是我的一个朋友 负责物业租赁管理 他告诉我的 这也是多年前的事 就是有一条街道 一个房子 当地人都知道 然后买家不知道 所以说在他买的时候 这个买家很聪明 就在当地去问了一下 就做了这么一个操作 结果吓得他 赶紧赶紧退出 幸亏没想出offer 就是这个房子 其实被人用来中过一些 知道吧 就是那个置换的药物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很纳闷当时 就是这个房子 为什么天黑了 所有人都睡到 都关灯了 结果这家房子是 整天整天 24小时的开灯 做过物业租赁经理的 都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因所在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小心 再小心 那第四个 你要小心的呢 其实就是噪音 除了这些主干道 高速啊 火车站附近的房子 噪音很大 你还有一种房子 一定要小心 那就是啊 飞机航线之下的 因为现在很多西方国家 其实也是人口飞速发展 所以开发了很多居民住宅 但有些居民住宅呢 实际上就是在 这个飞机航线之下 那么你可以通过 当地的市政府规划发展 可以得知你这个区啊 是不是这个飞机航线之下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就是比如说 你所买的房子 确实离机场不远 那这时候你怎么判断 它的噪音呢 比如在澳洲 它就有这样的网站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就输入这个机场 然后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机场 live的这个噪音的影响 你可以看到 这是悉尼机场附近 那么你对应输入 其他你想要买房 区域机场 呃机场的名字 你就会发现周边的噪音了 那第五种呢 尽量避免的 其实就是近人皆知的 硬伤房 哎 比如说像高压线底的房子啊 主路边上的房子啊 T字路口啊 什么医院旁边啊 等等等等 坟墓旁边之类的房子 但我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硬伤房呢 并不是说百分之百 一定要避开 但是买硬伤房呢 你一定要小心 他买卖的这个周期 我亲身经历过很多买家 他是怎么做呢 他是在市场最惨淡的时候 以最低价位买进硬伤房 然后呢 去等到这个市场呢 疯狂到不能再疯狂的时候 去出售 就这么说吧 这么做呢 他一样能赚到钱 所以说呢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不过啊 我也劝大家小心 因为有时候呢 你房子的持有是需要成本的 硬伤房呢 你一旦持有不住了 需要往里搭进大量的钱的时候 出售呢 可真的不是很容易 它的时机也一定要选择好 所以说咱们讲了这么多呢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将来再买房 是吧 一定要小心一些 好 最后再多说一句啊 因为我发现疫情之后呢 很多朋友对这个空间需求大增 所以说呢 很多人出现了推倒重建 或者盖新房 那么之后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很多啊 和建房相关的这些实用信息 我也会请到一些啊 非常专业的人士啊 跟大家分享 真正能够帮助到你的信息 OK 别忘了看一下视频下方的描述区 参加一下 Den的第四期个人品牌训练营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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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